金融市立田徑廠因為廠館設施老舊 市府爭取中央補助款拆除重建 但去年因為與前營造商有糾紛 市府去年11月重新招標 但現在施工廠商發現 看台區部分結構安全有疏漏 依照我們的這個職安的反規 只要是在兩公尺以上的建築 它是必須要有所謂的一個施工架 也就是大家所俗稱的陰架的部分 那除此之外呢 針對於我們的這個看台區 它會有個斜斜的一個天花板 就是大家看到我這張圖 它在它的結構以及它的安全 尚未穩定之前 它依照相關的反規 它必須也要有一個重型的支撐架 來把它固定住 等到施工完成了之後 才移開這個支撐架 但是這樣的一個問題 在當時並沒有被發現 而導致說廠商在施造的過程當中 發現了這樣的缺失 在工後的工程中 各位看到這個就是所謂的 立時支撐架的部分 依照法規的規定 你垮度只要超過12公尺以上 你就要做立時支撐架 那各位看到我們這個垮度 其實它是超過20公尺 那也就是說依法規的設置 它是必要設置的 各位看到一些像那個 南港那個生產解單力 這個就是剛購 那在12公尺以上的時候 就是要做這種營生架 就是說 必須在剛購在主力完成之前 等於說它的力量能夠成立之前 它必須做一個營生架跟固定住 這是安全的必要措施 這是一定要做的 那當時我們就進入發現 這個部分當初 在設計圖上是沒有這個部分 那在第二個部分 就如剛剛從法院所講的 我們在案子 這是我們利用3D模擬的方式 提出一個施工交易方式 因為各位看到 你每一個點 必須有一個合乎法律的施工架 它是安全的施工 這是規定 那今天我們現場 核對我們慶祖作為一個發行動 它在所謂的 不管是在位置跟數量 有明顯的不足 市府召開記者會強調 除了辦理變更設計 相關責任檢討 將依據勞務契約規定辦理 這項工程是在前市府任內 來進行完成的審查 以及工程發包的定月 那問題就在於說 這項這樣的一個設計圖 在當時的狀況之下 竟然沒有人發現 或者是揭露 而導致說今天我們的施工廠商 他在施作 在進行輕塗作業的時候 才發現了有問題 而且呢這個問題其實並不是只有第一個 只有這個廠商發現 早在本案第一次發包的時候 該廠商也發現 也判斷說是有問題的 那即使換了第二間承照廠商 也是判斷說是有相同的問題 那此事關乎到我們前市府 以及設計廠商恐有釀成 我們缺失的疑慮 那為此我們本府也會依照我們勞務契約的一個規定 來考慮來追究相關的一個疏失 針對整個工程進度 市政府表示 看台區和停車場 目前已經完成基礎工程 工程進度約15% 市府將要求業者 在不影響公共安全的部分 繼續施工 希望能在2025年完工啟用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道